将面条放进滚水中 煮熟之后捞起 浇下浓郁的汤头 一碗带有郡村味的牛肉面就完成了 四年前陈家伟夫妻两 执行创业 在菜市场里开启了这间小面馆 那我们想要把我们喜欢的 这样的料理的口感 然后分享出去 所以我们想说 那既然我们可以开店的话 那我们就选一个我们喜欢的地点 所以我们才会 就是去日本去走了一趟之后 然后发现那样的风格 那样的氛围 还有那样的人情味 是我们想要带回来台湾 那也是我们能接受 我们也做得出来的 所以我们想说好吧 那既然就是创业 那就试试看 菜市场里的人情味 是台湾独有的情感 夫妻两也将店面设计得十分特别 复古中带有日式的风格 我们需要让更多年轻人踏进来 不要让市场这个传统流失 所以我们想要开在市场里面 然后吸引更多的年轻人进来 可以吃到我们的面 然后可以看到说 因为市场其实不只有老人家可以逛 是年轻人 也是都可以进来买菜啊买鱼 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原本学习西餐的老板陈家伟 因为怀念小时候眷村的家乡味 因此自己动手做 从师菜到汤头 一点都不满忽 寻找记忆可能小时候吃过外面餐馆的味道 以及我外公煮的那个牛肉面的味道 对然后就是慢慢去拼凑然后问我爸爸妈妈味道 然后再寻找然后再去请教 调配出觉得我记忆中最相近的味道 也有客人笑说这是一间被牛肉面耽误的甜点店 焦糖布丁是这间店独特的招牌 小时候去乡下的时候那巷子口都会有一些炸火点 干嘛点 对他们都是会有一些些一个一个的布丁 以前都是会跟阿公阿嬷炒了十块钱去买一个布丁来满足我的胃 然后我在外面吃的布丁也没有到让我觉得找回我觉得我喜欢这种的味道 所以我才希望有面馆来寻找我小时候所有记忆的味道 夫妻俩携手合作一个故内一个故外 将这份眷村的老味道继续传承下去 记者潘志光临嘉义高雄报道